字幕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就是那个喜欢 有时候我们想要 关心你们的时候 你会把我们 不自觉的推开 其实啊你的朋友或是你的男朋友 都比你想象中的 还要在关心你 所以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因为你会 很不太容易信任别人 所以你会很想要 不让人家知道太多 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在乎你 这样还要讲说 希望你可以留在台湾工作一阵子 然后才去住你工作室 希望你可以跟亚非尔继续 保持很好的关系 因为你们一个要出社会 一个还在赌注 应该不会 感觉像所有人还可以啊 我是建议你们齁 就是定期可以做个沟通 就是可以对未来有一个 一样可能有共识之类的 就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很久 你毕业之后我们如果赖你的话 你要记得回后我们 不可以人间消失 然后你如果回去马来西亚的话 赖不可以删掉 还有呢 就是如果我们约你出来吃饭的话 也不可以拒绝喔 好 拜拜 嗨 学姐 在这里先祝你毕业快乐 祝这一年来 我真的在身上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真的不省美女啊 我一直在想 如果这一年如果没有你在旁边这样子帮我的话 我觉得我的大一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安稳的过 你在很多方面都帮了我很多 如果以最近的来讲的话那就是宿舍的部分 你提炼了我很多地方 然后让我可以更自在 然后更能够跟他们有更神的交流 跟他们能够相处得更好 这一切的功劳都会共在你身上 真的很谢谢你 但你要毕业了嘛 希望你能够一路顺风快乐的当个社会人 这样 拜拜 哈啰 卫文 你不叫啦 我们就拍了一条片 祝你be you find love 就是一个小小的礼物 虽然我们认识不太久 但是也很感谢 因为在这房间里面 大家一起相处的日子很开心 很多笑话 骂了 所以也很开心 在人生多了一个交换生的 后期也可以跟大家一起终上游 然后又可以遇到你毕业 可以一起经历人生中一些很特别的日子 希望你跟着我来 有完封信 然后很多目标都可以达到 然后有机会我们一起再聚 再一次祝你be you find love 雪姐 毕业快乐咯 我们会出来家电 然后在台南 在广大的台南 然后据我朋友说 物件搬过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哈哈 做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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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